那我就把这个稍微删减一下 你就说一个你工作当中 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跟客户打交道的事 好不好 好 那我听您的 我接着讲这个吗 还是我要做自我介绍 不用看他 你就听过来讲我的就行了 你先把我这说了 好 你还是找个样子情绪很高 他知道会去询问 并且他知道会去在这个地方 反驳 对 捍卫自己的那个点 对 不问谁打扰他 他的自我意识是非常强的 对 设计师的第一单 这个客户是我地推发过来的单子 他会要求我给他加设计书 一个特别氛围感 然后这个呢 我就需要用专业的知识 跟他去讲 氛围感需要说 比如说从灯光上我们找一下 然后比如说您喜欢什么颜色 对吧 如果说您这个个人 比较偏向于深色系 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给您入手 设计书一套 就是您看着有氛围感的东西 当时这个客户就觉得 一加三口都会觉得 说得还挺有道理的 我想问一下 是你卖的吗 这个销售这些 应该不是你吧 都是地推吧 我就是地推 我们是要自己去找客户 你刚才说的这客户 是你自己找到的 对 坦诚的 对 你到底做的是设计师 设计这些方案 还是说销售你们的设计的产品 这个我感觉您应该没有从事过相关的行业吧 对 因为设计师的话 本身就是掺杂半个销售的性质 无论做什么工作 你都是要掺杂一些销售的属性在里面 需要与客户建立一个信任的过程 这才有下一步 张静 先别着急回复 就是咱别跑题了 就是我觉得你就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做带货的这个主播 这是你的目标 另外呢 你为什么值50万一年 您说的很好 建议很不错 因为听了半天 这个介绍还是在第一条的这个 在设计师的这个阶段 那我往下说 我为什么要选择直播带货呢 因为现在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网络时代 之前做设计师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发一些小段子 对 然后也从网络上获过客 我年薪为什么定的 你们认为很高 但是我觉得 如果做了带货主播 你还停留在一个月拿三千 我觉得那个就没有意义